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茶老乡乡乡 请要伤甚酒不伤甚 有兴趣 少少鳄鱼马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今天读报了时间 华尔街日报 北韩士兵抵达俄乌前线 他们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了吗 首批抵达俄乌前线的北韩士兵 看起来很年轻 身材并不魁梧 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有理由暂不派遣他的精锐部队 金农时报 这是叶胜舟一篇文章 朝韩深陷囚徒困境 美韩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 明显强于北韩 北韩穷兵独武 因为美韩搞军队竞赛和军事对抗 必然危机似乎前途凶险 他做了最近的四个争议 一个是空飘气球的问题 寒击陆轻的问题 无人机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 朝军进入俄罗斯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战争威慑的问题 当然他认为亲征已经亲上第一线 那么这里面讲了很多 就讲了很多他们的国家安全的诸如此类的事情 批判了这个掩饰液 还有很多话跟我们文革大字报差不多 脑袋有病一派胡言之类的东西 那么北韩他认为无意开战 是把南韩作为敌对国 那无意开战 他最近的一些表态 并没有准备混不顾身 开战的一个说法 朝鲜跟俄罗斯已经改口默认朝军陆俄 但是他认为实际上来讲 美国俄罗斯如果卷入会引发蝴蝶的效应 这里讲了南韩对朝鲜军对入俄罗斯 反应非常之强烈 他们现在应该说是 两个国家深陷囚徒的困境 而且典型的重乎博弈 两国的平凡刺激挑衅 炫耀武力军备竞赛都完全不信任对方 无意主动浪布合作 是螺旋式上升的敌意的行为 这个过程他认为最优的绝集是双方合作降温 双方理性还是选择对抗 最终还是不管怎么说两败俱伤 未来两年办了半岛局势 依然不会太平 没有人认为他们会太平 法广有一个新闻分析 金正恩派兵援助俄罗斯是小独裁者 翻不了大浪 那就不用说了 小独裁者就是说俄朝军事联盟会不会引爆全球军事升级或导致世界大战呢 很多专家说目前估计朝鲜则派了一万多名的兵到俄罗斯参战 至少不会在全球层次掀起军事升级 但是俄朝军事战略同盟的实施 亚太地区的稳定受到质疑向西方发出越来越公开对抗的信号 不认为这会导致军事升级乃至世界大战 因为朝鲜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独裁政权 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真正的威胁 它的军事预算比韩国少了很多 不会不会但是呢也可能主要是一个测试 朝鲜的先进武器系统的可能性 导致朝鲜半岛安全平衡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莫斯科不断宣称多极世界的到来 准备推行集团对抗的战略 接受新冷战的理念 就联合不结盟或反帝国主义的国家来跟西方对抗 但是这一点来讲就关键的看中国的态度 中国如何看待朝鲜和俄罗斯关系的强化 有待观察 这个观点呢很多外国专家并不一致 但是联合早报之间的社论 朝军原俄加剧战争升级扩大的风险 这个事情讲的比较严重一点 特别谈到了朝核条约让俄国获得了朝鲜的兵源补充 对朝鲜来说除了获得俄罗斯的粮食 和能源供应之外 战略上增加了对抗韩美联盟的底气 对韩国也产生威慑 感受到冲击的可能是东欧国家 特别是谈到波罗的海三小国 芬兰等国家 朝鲜因素的介入 他们的北约现在准备 美国政府如果抽身 要独立支持乌克兰 这为什么现在呢 波兰和韩国走得很近的一个原因 这里面谈到就是说对不管怎么说 如果朝鲜能够打出成绩或利益不败之地 对美日韩联盟一大震撼 还是那个结论 今后朝鲜半岛局势要更一步的复杂化 好了不谈朝鲜谈中东 华尔街日报 中东国家对以色列袭击伊朗表示关切和批评 其中包括跟以色列外交关系 或正在寻求跟以色列建交的国家 这个说明以色列的舆论上有压力 发广 伊朗称以色列军队空袭之前 已经提前获知信息 伊朗总统说不寻求对以色列开战 准备好适当的回应 什么叫适当的回应呢 应伊朗的邀请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今天要召开紧急的会议 英国BBC也是头版头条 伊朗面临的艰难选择是冒险 让局势升级还是视若 伊朗的有关哈梅内衣 没有内衣 也要找到内衣川 他们必须在一系列的艰难选择中 找出一个相对没有那么不利的选择 其中一端就是再度发射导弹来进行反击 以色列已经威胁称 如果再次发生的情况 还会再度进行报复 另外一端是选择接触两国 在双方领土直接进行毁灭成的攻击 如果伊朗不选择还击 面临的风险就看起来更显得软弱 看好像是被美国在背后支持的 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所吓倒 最终会做出什么决定呢 可能会有个空洞的威胁 但有没有再发生致命的交火呢 不一定 不意味着伊朗会停止对以色列进行盟友进行低度 低程度 往往致命的缓击 以其压力 以其压力 看来大家都在分析会不会升级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如何的遏止局势的升级 在看美国的态度 看伊朗的态度 当然还要看以色列的态度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这个空窗机还会不会再来两下 现在整个中东再次进入了瞪待的状态 以色列决定不对伊朗最有价值的资产展开攻击 或许会得黑蓝一个延迟回应的机会 至少在外交上能争取点时间 上个月的联合国大会上 伊朗成了暗示他们要以启动新的核谈判 联合早报一个分析 以色列克制报复的行动 有助于外交解决的冲突 这是彭博社的一个分析文章 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力度 比许多人议期的要克制 可能有助于推动了哈马斯 释放人质的外交努力 缓和黎巴勒和加沙地带的战斗 这看法还比较乐观 拜登在星期六说 除了军事目标 看起来他们没有击中其他地方 希望事情到此为止 以色列下一步的行动 要取决当选的美国新总统 再过几天就看到了 伊朗的反应显示 以色列的袭击没有造成重大的伤亡 伊朗当然也希望让局势降温 伊朗早就应该接受 它破坏以色列稳定企图的失败和代价 以色列是时候接受已经取得的胜利 否则中东将爆发地区战争 而无法给包括以色列在内任何一方 带来安全和繁荣 金融时报谈美国总统大选 亿万富翁之战 这次选举两边都有亿万富翁 超级富翁的支出影响了美国大选 少数大手笔支出的大亨 对2024年总统选举筹款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里面谈的当然包括马斯克 华尔街日报 特朗普胜选会如何威胁到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 就是马斯克旗帜选明的支持 特朗普正让特斯拉在中国重要的市场 面临复杂的局面 美国之音谈到信息战的问题 他说中俄放大美国台风救灾错误信息 意图干扰大选 这里面是美国之音和台湾的民主实验室 联合推出的深入调查 通过尖端的大数据分析 解释中国网络行动 剖析美国大选虚假的信息 这里面讲的特别 特别对中国有这番的琢磨 这里面的垃圾伪装的影响力 夸大了美国救灾不利的错误的信息 垃圾伪装 垃圾伪装这事情被美国的媒体提过了多次 把中国在这方面用力用心 那么做了很多的渲染 这个事情 中国正在传播有关飓风海伦的虚假的信息 但也包括跟中国国家行为有关的 包括中国国家相关的影响力 运营网络的垃圾伪装 放大了这个错误信息 不实的信息传播 让美国的众议员感到担心 那么中共在这方面的影响力 已经第一处试图利用美国的自然灾害 降低人们对美国政府体制的信任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外国的敌对势力早已经意识到 自然灾害是破坏人们对政府信心 和恢復美国的握头 他们也有敌对势力这一说 纽约时报 知情人士说 中国骇客瞄准特朗普和万斯的手机数据 把他们两个手机都给截取了 好像是一部广泛的情报收集行动的一部分 这是一起正在发生一个高度敏感的国家安全事件 那么就是说呢 现在克朗普 哈里斯和他们的竞选伙伴的手机上 可能是情报机构的金矿 他们给谁打过电话 给谁发过短信 他们跟人交流的频率 他们跟谁交流的时间 对中国这个对手来说非常有价值 如果骇客能够实时观察到这种通信数据 那么可能会更有用 中国说的无往不胜 这个问题 纽约时报报道了 其他媒体也跟进了报道 纽约时报说 骇客的渗透超过了2024年政治选举的换筹 很多人成为攻击目标 表明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 华尔街日报也很早 上个月也有这个报道 美国之音 中国黑客录取美国电讯系统 试图获取 试图获取 特朗普和哈里斯竞选团队的数据 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骇客将攻击的目标 对准哈里斯竞选团队的人员 特朗普和万兹的手机 华尔街日报说 美国政府的专家组 正在组织调查 中国骇客大去侵入美国电讯 网络世界当一回事 那么就是说 试图了进入这两个候选人和竞选团队 来获取 美国和中国所需要的情报 好了谈谈日本 华尔街日报说 日本国会选举执政的自民党和他的盟友惨败 这是任期不足一个月 要求提出几项立法大选的新首相石破茂的惨败 美国之音 日本政坛震撼 地震 选民 让自民党和公民党联盟失去了众议院多数的席位 华尔街日报说 日本众议院选举自民党未获多数的席位 导致了这个美国重要盟友的领导权将面临更长时间的变数 德国之声也报道这个消息 日本众议院的选举 自民党议席没有过半 要看最终自民党和联合执政伙伴 公民党的议席众伙伴看来过半不了了 联合早报说 日本众议院的选战 自民党重挫石破茂首相的位置摇摇欲坠 华广要文分析 石破茂社会成为日本战后最短命的首相 执政党惨败 没办法 加上联合执政的公民党 未能过半数所需要的233席 67岁的新首相石破茂上任还不到一个月 原来应该还有点民意基础 但是他当首相来自卫 他经常失败 他在日本是政策通 连输了四次 第五次竞选党魁是最后一战 他终于成功了 当然他短命 是不是短命呢 大家且看后面的一个局势的发展 他有很多政策的一些确限 日本的一个专家说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石破茂当代首相的寿命都令人怀疑 也就是说他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来任期最短的首相 星期天也就是昨天 石破茂任期是第26天 能不能满一个月 再说 再说 法国世界报 谈到了在东南亚 日本被看作是比中国美国更靠得住的国家 这是法国世界报昨天的一个说法 这本文章说 越来越大的中国人 如今不能够再轻易决定出国旅行 很多人都被要求上交护照 现在这个上交护照扩到的公共部门的 有定心人员 包括小学教师 那么就谈到了这限制的问题 那么在东南亚 日本被看作是比美国和中国更靠得住的国家 所谓全球的南方是个含糊概念 这些国家有个共同点 就是对殖民时代的记忆 他们要排斥 那么不管怎么说 日本也是对东南亚是有侵略的记录 但没成想人家在东南亚获得的信任度 比中国和美国要高 嗯 纽纹时报 中国进一步收紧对稀土的开采 冶炼和出口的限制 美国你要封锁中国 中国要怀疑颜色 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对稀有矿产 开采和冶炼的严格管控 这些稀有的矿物 是当前最先进技术的关键构成的要素 这里面呢 中国几乎生产世界上所有的稀土的产品 新的限制在巩固 它的市场主导的地位 那么就是中国最近的掌控供应链上采取的措施 针对其他不起眼的化学元素 这些都是半导体制造上需要的 T啊 还有是布啊 加啊 折啊 诸如此类 那么现在呢 国家安全官员已经收紧了有关稀土的信息的流通 所有关稀土开采和冶炼都贴上国家机密的标签 上个月国安部宣布 因为向外国人泄露信息 两名稀土行业的管理人员被判处 十一年有期徒刑 在两方面的这方面呢 中国呢 在去稀土的控制力不断增长 还有一个是商 有好多这样的稀有的东西 那么看来呢 这个双方 中国的稀土供应链的控制越来越严 加快了其他国家建议供应链的努力 这里谈到了比利时 谈到了澳洲 也谈到了美国一些国家的看法 美国唯一的稀土的矿是在加州的 芒庭波斯 这点它的含 商量比较低 这一个是小商 那么中国也通过化学上进步获得了优势 使冶炼商能够用正低的成本提取更多的稀土 中国的39所大学有培养稀土行业的工程师研究人员的课程 美国欧洲只有偶然提供这样的课程 德国之声 今年是中国10月16号是中国炎子弹爆炸的60周年 有文章说核定的殖民性的全球范围内展开 用于维持等级制度和帝国的秩序 所以中国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的地位上升 这个正立志领导从亚洲到非洲的反殖民斗争的国家 正在重演他所批判的西方列强的殖民支配和剥削的模式 这批评很严厉 那么叫马兰花开的地方 就是这个世报的问题 不好意思 马兰基地我还曾闯进过 我2019年 2011年 我带队横川罗布博 不小心误入了这个元暴区 那个感受特别的多 那么到底这个说法是不是成立 那么谈到了新疆在1980年代有过一次反对 在新疆进行核报的一个四位游行 主要是由威尔主人组成的 德国之争在中国 连续两个月的下降 9月份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大减27% 那么这个大会上讲 德国之争有个专稿 谈到中资纷纷抛售撤离 也就是法国的波尔多酒庄 黄金时代已经over了 告终 投资者纷纷低价抛售酒庄 但有人在坚守 比如说马云 马云还在坚守 那么这里面谈到了2009年 一直以来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些 有自己的品牌 这个品牌就乱起了 金兔啊 玉兔啊 大羚羊啊 藏羚羊啊 现在已经over掉了 没了 那么传 现在呢 很多命运的方式让波尔多了 波尔多人感到很不满 那么法国政府今年也收购了 曲乃杰这个海昌集团的酒座酒庄 他是洗钱了 诸如此类人 很多现在的低价抛售 但是错误的预判 导致这些人的法国弄碎 想象中的法国 拿着葡萄酒啊 来干杯 这种此类看来 有钱人不一样 欧洲人这个经营酒庄 是世代相传 为思考的模式 中国投资者 五年为周期 五年一卖很正常 还是有坚守者 这个坚守谈到了 马云 马云 魏加龙河和多尔多涅河之间的 萨尔斯酒庄 还在进行重建 香港的商人 也在对他名下一度 闲置的七柱酒庄重建 那么看来 我们可以喝到一点 真的葡萄酒了 德国之声谈了两岸关系 美国宣布对台军售隔天 解放军在越台海中线 亚洲自由电台也报道这个消息 美国宣布军售后 中国再次对台湾进行 联合战备的警循 联合早报 一则眼说 中国大陆如何坚决反制 美国的对台军售 那么中国舆论建设 有的网络舆论建议 拦截美国售台武器进入台湾 或者向美国的对手出售武器 当然这个说法呢 不一定会被采纳 这个讲到了公众号的泰安战略 提了一些收主意 那么有人呢 要以牙还牙 既然美国这样 我们干脆如何怎么样 那么美墙中落 以及中国还在强调 所谓的战略定力 应该说这个建议 不大可能被中方的官方 所采纳 整体上看 目前中国的中美关系上 处于战略防御的阶段 中国虽然表示 要坚决反制美国 这个售台武器的反制的措施 不至于给中美关系 带来严重的冲击 毕竟中国为了实现 现代化的目标 现在还是要尽量 跟美国进行战略周旋 不为于美国对调 说我就出尽底牌 跟美国拼个鱼石网破 大家洗洗睡觉吧 好了 谈谈万圣节 星岛日报说 上海碧园 把公园关闭 过万圣节 严控 变装 讽刺 石壁 大白 消失了 当然列宁和马克思也出现 美国之音说 万圣节前夕上海气魂紧张 当即进爵士扮演 加强维稳 闹市能见奇装异弧 外界普遍认为 中共加强维稳 目前的经济下行 民怨深重有关 甚至可能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巨鹿鹿鹿已经被封了 中山公园 好像还在那边玩 那么防腐区也有很多的禁令 内部的通知也不少 但到底怎么样呢 他说奇装异弧又怎么样 跟上海市民说 作为正常文明的社会 根本不用担心 百花齐望 释放个人对自由的向往 才是正常的 结果也有人假扮警察 也有人扮装 范冰冰什么之类的 反正很热闹 万圣节当然是西方的节日的 最近在中国受到年轻人的反映 去年是中国结束 新冠疫情防控的第一个 范圣节在上海巨鹿鹿鹿等地方的活动 有人通过变装封刺 中共把影射白纸运动的白纸贴在身上 有人扮演象征反对习近平的小熊 威尼 所以上海当局吸出教训 因为这些东西呢 都是境外反对势力搞的 啪啦啪啦一大堆 经济困境下的表控制 当局很忌讳 借这个节日呢 宣泄自己的不满 当局也担心万圣节成为社会运动的导火索 担心不过分 但是担心有点多余 当然那一天 我们知道 又是李克强总理啊 四十周年的记录 但是放心 在万圣节里面没有人演李克强 所以成党放心 没事 德国之声谈到上海限制万圣节变装狂欢 警察进驻了封锁的街道 创意十足的装身弄鬼 装身弄鬼 中山公也关了 还有店家不能举行万圣节的活动 去年的盛况不在了 因为控制比较严格 法广也报道着消息 上海万圣节不许装身弄鬼 不许 万圣节的记录录是去不了了 限制人流 二十五号到三十号都是不行 那么也有人去其他地方 中山公也有关了 上海青年的想象力是丰富的 充满了幽默和讽刺 上海人玩出了新高度 我们很多人都只能羡慕的看着 因为有白纸运动这一说 大家觉得呢 是发泄不满 对审查 对封城 对失业率上升的愤怒 大白出不来了 去年还有鲁迅 学医救不掉中国人 还有诸如此类 还有1984的这一件 今年可能少了 变装者越来越被抓 还有自由女神 不能说很自由加油 加油自由 啪啦啪啦一大堆 好了 来谈谈许志勇的近况 亚洲自由电台 海外民运人士组团 绝食 声援 许志勇 这是象征性意义啊 你得饿得像许志勇 这样也不行 中国人群律师团 呼吁 鲁兰 监狱 善待许志勇博士 要尊重他个人的 基本权利 大家知道 他因为不堪忍受 没有知情 没有输血 权 诸如此类的 进行 就开始绝食 绝食已经超过20天 体重已经下降 十多公斤 健康状况在迅速的恶化 律师团呼吁停止一些 虐待行为 对许博士 全面的体检护理 切保他的身体健康 不再进一步的恶化 他给 鲁兰监狱的监狱长说 举头三尺 有神明 没用 他们不听这些劝 好了 最后一篇 美国之音呢 有篇文章 重读李治衰 重古毛泽东和习近平 就讲到李治衰这本书 怎么读 这个时候呢 谈的应该是胡平的看法 胡平讲的这本书 是独一无二的 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后来把读这本书 那么来跟习近平 进行一些比较 这是林培瑞的见解 习近平当然希望做个毛泽东 他本来就没有多大的 其他自私的资源 教育水平 国家水平不高 也没有到外国旅行过 还是有 他每个度过好多年 好多夜 他一上来觉得 得做点什么事 他有一种焦虑 唯一的一种知识 资源是回到毛泽东 他认为习近平是有意识的模仿 毛泽东模仿 一直在喊口号 他知道林培瑞说 习近平想做个小毛泽东吗 他很难 第一社会不同 第一他本人没有毛泽东那么狡猾 这两个的狡猾是一样的 毛泽东还更能干 毛泽东很特殊 习近平除了勾心斗角的能力外 没有毛泽东那个脑子 外国人看嘛 习近平 有些结论很狠 很狠 但是他认为在黎安柳 问为如今习近平的宫廷政治 毛泽东的宫廷政治有过之 而无不及 一个人手中有那么多权力 一定会引起各种心理的问题 他说自己的心理问题是 他如果定下一个接班人的话 他会害怕接班人可能会着急取代他 所以呢 毛时代先有刘少奇为他接班人 后来他搞垮了刘少奇 后来又临标到现在为止 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习近平 所以他没有一个接班人 他没有接班人的理由 可能是害怕 那么当然有人说 当今的习近平的宫廷政治 比毛泽东时代更显乐 那明白的事实 那么这里面讲到的反腐败的问题 认为那是当今的中国 其实呢 李治虽那本书还是有意义的 看来这些人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定见 都是不喜欢讲真话的人 当他发现纠正一种错误 可能会削落他权威的时候 他就不会去纠正错误 而是要坚持错误 那现在除了躺平还能做什么呢 没有 什么也做不了 现在躺平他认为就是一种反抗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简单的提炼几个要点 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 朝鲜派兵俄乌战场是一个很危险的战略动作 但也不都需要过度夸张和夸大 这个做法对俄乌战争态势扮演的角色 有人认为美国韩国会借这个机会军事上解决朝鲜 但这又是另外一个空间想象 理由的学者叶剑勇认为 这是一厢情愿的设想 美国没有灭掉北朝鲜的想法 大选后更不可能 尤其是特朗普上台 美国关注的重心是台海和南海不在朝鲜半岛 金正恩不敢轻启战端 他敢恫吓不等于真的敢开战 因为战争不可能一上来就乱扔原子弹 主动进攻 特别是朝鲜的常规军备极端的落后 主动进攻后果就自取灭亡 跟50年代的韩战完全不一样 今天的金正恩很清楚 他的战争冒险很难得到中国俄罗斯的背书 背书就要承担后果 所谓角角局还是可以的 发动战争风险太大 因为战端离开北朝鲜和面临全局性的失败 国土太小 有一定程度来自中国俄罗斯的军联 也撑不了待久 他只能扔核弹的自救 那等于加速灭亡 金正恩不是猪脑袋 他不会不算不清这笔战 当然他通过制造局势紧张 从中国俄罗斯榨取更多好处 那是朝鲜一贯的手法 这是恐怕也不例外 而且炸弹公路桥梁放弃统一 更大可能是想通过更严厉的自我隔绝来维持统治 而不是要准备开战 这个观点有意思 迄今为止 以色列和伊朗双方能保持某种 大家能知道的程度上的克制 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战争的进一步蔓延和扩大 我们看到的不是行之有效的精准通胀 而是以色列和伊朗双方的克制 克制有一定的期限 在美国总统投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 不会有更大的动作 包括伊朗的报复 外交斡旋理应该这时候载开 我们在视频上看了一段视频 看了王毅跟内塔尼亚胡在某个充开场合上 双方与握手之前的所谓的较量 王毅非等到内塔尼亚胡的僵持一段时间 主动握手才会完成这个握手程序 在外交场面上 这是面子外交也许很重要 但对于主动握手又会怎么样呢 会换什么重大的战略错误吗 以色列和伊朗的外交斡旋 也许不需要这么繁琐的意乐 第三 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方面 把中国俄罗斯伊朗的骇客部队 试图应用各种新媒体手段 干扰破坏美国大选 做了持续的渲染 退一步想 即便所述的都是真实的 外来的虚假信息 真的可以左右会影响 美国选民的选票投票的倾向 一直吗 这次的选举被 很多朋友认为是乱而无戏杂乱无章 其实我觉得乱倒不要紧 关键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纠错机制 也是一次难得的死念 亿万富翁选边站 底层民众和中产阶级的投票 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套用 理性选择的选举理论的观察 势均立即的选情 选透的美国如何摇摆 也会直接冲击和影响世界上的摇摆不定 这是乱局的世界 而我们何其有幸 可以看到更多的热闹非凡 第四 石破茂会不会成为 日本历史上最短命的首相 已经成为世界话题 日经新闻的头条和头版的标题是 执政党众院席位破半 石破茂还会是日本首相吗 自民党即使追加公推 因为政治资金问题而被公推 没有被公推的五党派候选人 也没有办法达到465个席位过半 在之后召开了国会上的首相指名选举 会变得暗流涌动 石破茂存在以否 不会影响日本内外的大政方针 但毕竟还是一条重要的日本政治新闻 第五 许志勇博士绝识抗争 在海外获得的重视程度 似乎有限 只有人群历史团的声明 也是为数不多的人士 以绝识呼应许志勇的抗争 鲁兰监狱 其实不需要用这种苛刻的管制手段 来对付守无寸田的许志勇 多一点人道主义的意思 或许不是做不到 而是你们不想做 记得当年台湾 施明德在服刑过程中 也进行过多次的绝食抗争 台湾当局的处理方式 并没有刻意把矛盾的扩大化 极端化 南非的曼德拉 也曾经利用绝食抗争 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鲁兰监狱当局 用这种给最高当局天论的方式 表示自己的存在 大可不逼 第六 西方舶来的万圣节 称了Z世代的二次元 狂欢 我觉得给年轻人一点自由宣泄的空间和时间 对当局的维稳未必毫无益处 当局要上纲上线 拼命往海外 敌对势力的身上靠 则另当别论 年轻人借助万圣节 以各种创意的方式 做各种行为艺术的表达 这点自由都不愿意浪渡 是不是一定要等到类似白痴运动一样的愤怒宣泄才能引起当局的重视呢 林友强也阻止不了 同一天的台湾 彩虹音业绝也有上街游行的活动安排 同属于华联社会的台湾 以及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南桂坊 跟上海的高度界被奴隶大的一相比 就比出了制度性的差异 大陆当局其实得不偿失 第七 把毛泽东和习近平做此研究 最近是海外的一个显学 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 但每个时代的领袖人物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至少在五十多年之后 会有更多的人进一步深刻的认识到 但凡被吹捧 刻意吹捧 而且捧着很高很高的领袖人物 他们终究是人不是神 只要是人就有局限性 就不可能是实权实美 不可能不犯错误 我们有这个认知 也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这是我们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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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